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緣起其實就是在講我們身心生命的事 那這些身心生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到底是怎麼來的 主要的因素跟次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就是主要的 根本的 緣是次要的 它都是形成我們這個生命最主要 就是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身心 三界六道身心狀況不太一樣 苦樂狀態也不太一樣 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變成這個樣子 那去追究這個 那以前的人就是神決定的 天決定的 上帝決定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離苦 要得樂 要從天求 那怎麼樣向天求呢 這個送天的名字 送天神的名字 禮拜 那麼供養這些天神 所以以前的人 祭天地 祭鬼神 祭祖先 為什麼 因為透過祭祀 透過禮拜 透過這個專注虔誠的送念 那麼天神會釋福給我們 所以叫做天官釋福 那麼如果我們哪些行為 惹得天不高興 他就降災給我們 所以一千的人 一千多人 為了 為了讓自己 那麼可以過得好一點 所以常常會祭祀天地 祭祀祖先 祭祀鬼神 要豐收 就要祭拜五谷神 然後要風調雨順 就要祭拜風神 雨神 雷神 一大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苦樂決定在祂身上 佛法就是在探討 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那麼苦的究竟是輪迴 我們為什麼會有輪迴 後來發現輪迴基本上是有一種力量在主導 什麼力量 叫做業力 叫做業力 所以一夜有輪迴 這個在當時 那麼奧義書裡面也是這樣確定的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因為業決定了我們輪迴 那麼善業決定我們輪迴中比較不苦 而且會幸福美滿 惡業決定我們在輪迴當中會苦 有多苦 要看你的惡業有多重 是什麼樣的惡業 如果你是慈悲護身 那這個善業 那你就有健康長壽的福報 幸福 如果你是殺生稱恨的 那麼你就有短命多病的苦報 如果你是布施 那麼這個熱善好施的 那麼你就有富有富貴的果報 如果你是偷盜的 那麼你就有 如果你有偷盜的惡業 那麼你就有貧窮的果報 就是怎麼樣幸福 有多幸福 那怎麼樣痛苦 有多痛苦 完全以你的過去生所造的 或是過去 不一定是過去生 過去所造的善惡業 來決定你到底有沒有輪迴 怎麼樣的輪迴 輪迴中受多少苦 這樣來決定 所以這個是一夜有輪迴 那一夜現在知道了 那一夜是怎麼來的 現在先講這個 輪迴生老死 生死死生 生死死 生之後死 生之後一定死 有生無不死 不能不死 那麼死之後 會不會生就不一定 死之後會不會生就不一定 看你有沒有生的動力 生的業力 你有沒有在生的業力 這個生不離開三界六道 生就是出生 此生故彼生 此滅故彼滅 那生就是出生 那出生不離開 這個是指有情 有情的生 有情才有生死 有情才有生死 無情不講生死 無情就講生滅 那麼或者叫做成壞 成住壞空 那法整個來講叫做生滅 生滅裡面 我們稍微說一下 你們如果聽不懂 你們可以舉手 可以發問 聽不懂要說聽不懂 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講 我們重點在講這個 生滅裡面 有情 有因有緣 有因有緣 世間及有因有緣 世間面 有情跟無情 無情我們叫做國土世間 山河大地 樹木這些 國土世間 那你看得到的都是有生滅的 叫做生住壞面 那麼生滅當中 住壞便壞 所以叫做生住壞面 那這個是有違法 有違法是生滅的 違法是不生不滅 好 那麼有情就是三界六道 我們叫做有情世間 那有情世間裡面有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裡面有分善跟惡 善裡面 天人阿修羅 惡裡面 惡道裡面 他一樣是輪迴喔 那麼 畜生 惡鬼 這個偏苦 這個偏熱 鬼 惡鬼 鬼不多是惡鬼 但惡鬼占大多數 所以叫做惡鬼道 鬼也有不餓的 吃的飽飽的 也有 那個是有財鬼 有福報的鬼 惡鬼 畜生 跟地獄 這個都是三界六道 那麼我們是人 佛法是對人說的 所以人的身心 人有身心狀態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這個 人有身心狀態 它叫做五運 所以叫做五運世間 那麼佛法 原期講 有因有緣世間級 它主要就是講五運世間 那麼 講多一點 包括有情世間 國土世間 那 因為 主要是對佛法 佛法 是對有情說的 那麼 因為 國土世間 是有情世間的一報 有情的一報 那五運世間 五運世間 是人 有情裡面的人說的 人 人的正報是五運 人的正報是五運 所以五運世間 所以這個就變成世間 三世間 是這樣 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知道這個有什麼用 有啊 因為 你的身心 如果你不了解 我們就是 離苦得樂的 我們要求解脫 我們現在有生死 我們現在的現狀 我們現在的現況 一定是有老病死 我們現在在這裡 那我們未來會老病死 那麼生生世世都會老病死 不一定 但是如果你沒有改變 你不了解 你就生生世世會老病死 有時候在這裡 有現在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行時善啊 哪有可能生到這裡 那天有欲借天 有色借天 有五色借天 但不管怎麼樣 你天忍福報想去 你會掉下來 掉到哪裡去不知道 那如果你照了二月就在這裡 這個叫三二道 這個叫三三道 那通常有時候把這個也叫二道 叫四二道 兩三道 只有人 只有天 只有人跟天 只有人跟天 可以修行 其他當然也可以 鬼也可以 修羅也可以 但不容易 那畜生跟地異 畜生高級畜生還可以 地異是完全不行 那麼天裡面 非想非非想天 完全不行 無色借天難 長壽天難 所以只有人是比較容易 天也容易 但天比人難 因為天不暴大 他比較安逸 比較安逸 就比較放逸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佛法是對人說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因為他要在你這裡給你結斷 生死你會不會再出生 出生會不會再死 就這樣生死死生 無盡的輪迴 所以他要了解 到底什麼樣造成這個生 因為生之後就會有老死 這個是現有的狀態 那麼生也是現有的狀態 那麼生老死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們為什麼會出生 那麼出生之後有老死 那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可是我們為什麼會出生 我們依什麼出生 依什麼 依什麼 依業啊 那業怎麼來 所以這裡就有 這一期就是業 通常這個有 有三有 欲有 欲界的業 色界的業 無色界的業 有 這個其實就是存在的 已經形成的業力 成熟的業力 這個已經是成熟要受爆的業力了 所以叫做有 有就是存有 那你已經 那你已經 欲有色有無色有 它有三有 這個叫做三有 三種不得 已經存在必然要受爆的 這個業力 欲有 色有無色有 那為什麼 因為有欲灘色灘無色灘 欲有 你只要有欲灘 這個其實是有欲灘色灘無色灘 欲灘不斷 你就一定會生到欲界 欲灘斷了 色灘不斷 會生到色灘 色灘 色灘如果斷 無色灘也會斷 從人來講 色灘斷 無色灘也會斷 那麼你色灘扶住了不起 但是你無色灘 那什麼叫色灘 欲灘我們知道嗎 什麼是欲灘 欲灘就是五欲 五欲六成 色身香味處 妙色妙香妙味妙處 你貪愛 貪愛不成就稱恨 所以可愛 可愛境界 可愛色 可愛聲 人家讚嘆的聲音 人家毀謹的聲音 不可愛聲 可愛色 人家給你好的態度 好的臉色 人家給你不好的臉色 看到不好的態度 我輕蔑我 看不起我 那你生氣 恭敬 你尊敬 你歡喜 那麼這個都是 所謂的灘跟撐 那麼在這個色身香味處裡面 你擲取 起煩惱 造業 那這個就是浴灘 那色灘呢 打坐的時候 擲取那個什麼 擲取那個清安 那個喜樂 但是他不只取悟 他禮遇 但是他不一定斷玉 他不一定斷玉 他是扶住 如果你斷了 那你就正三果 你把玉斷掉 那已經正三果 三果的人 如果沒有繼續修行正阿羅漢 斷色灘無色灘 他已經斷玉灘 但是他沒有斷色灘無色灘 他就會生到五不還天 那如果你不是 你只是扶住玉灘 有禪定的人他可以扶住玉灘 因為他有更高級的享受 禪定裡面身心清安喜樂 那如果無色灘那個是極淨 極淨熱 那就是無色灘 那但是他並沒有斷 他是扶住而已 那這樣他就會生到色無色灘 那所以因為有灘愛 所以你就會形成有 那灘愛 這裡愛取有 基本上來講是這樣 你灘愛 那你只取不捨 就形成這個業 只取不捨喔 那你如果有灘愛 你想辦法調伏它 薄灘成之 斷除它 那你就是不取 愛而不取 不取就不有 就這樣 那你如果灘愛 那你有灘不知有灘 有稱不知有稱 那麼你就相續 相續只取 那這個取 我們來看喔 所以比如說這個取 寫在這裡 那這裡大家知道 那就是 深住一面有情無情 我們先把那個講一下 這個我們就不用看了 這三種事件嘛 深住面 講這個 要講這裡還沒講 剛才還沒講 這個 國土世間是 沉住壞空 他講沉住壞空 他也是沉住壞空 沉跟壞 那沒有壞到沒有 沉跟壞的境界 沉跟壞 國土世間是沉跟壞 有情是講老跟生跟死 生老病死 有情是講 人一樣 如果是無色戒只有生死 不一定有老有病 那有人 主要是以人為主 人就有什麼 生老病死 就生死之間會有老有病 那這個是人 從人來說 那有情不一定 有些沒老沒病 就生跟死 就有生死 那一切法來講 就是生跟滅 就是從一切法來講 合著有情無情來講 統說 生住壞面 有情 有情生老病死 無情沉住壞空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不清楚 你可以舉手發問 你們一定要清楚 那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好 那我們來看 那這個就是 三界六道輪迴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轉個不停 那每一次轉都有苦 都會有苦 苦最少的大概就是 飛翔飛翔天 八萬大姐 因為她是化身的嘛 化身的時候生也不苦 人就不一定 有福報的出生不苦 沒有福報的 他自己也苦 他的父母也苦 生他的人也苦 他自己也苦 有福報的 他自己不苦 生他的人也不苦 那這個是 這個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把這個擦掉 那現在要講延期 我們這個講可能就是 要費很多時間 那如果 如果不是很懂沒關係 就一直聽一直聽 聽久了 慢慢慢慢也會懂 好 那 這個沒有問題嘛 這個生老死沒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這個沒問題吧 這個沒問題吧 有問題要說有問題 我們慢慢講 那緣期裡面也有 有仔細的詳細的 那我們現在不是在解釋緣期 我們現在是在講 佛教史他在講 緣期是佛法的核心 但是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把它講一點 那個有就是三有 有就是三有 有就是三有嘛 三有就是三界嘛 有是一種存有 存在 存在 那比如說 有不 把生命的存在分成四種 叫做四有 那麼生 那麼生 生有 本有 死有 生到死之間的存在 叫做本有 像我們現在就是本有 剛出生的那一刹那 叫做生有 要死的臨終 最後一刹那 叫做死有 那麼生到死之間 叫做本有 那麼死之後又會生 那麼死到生之間有一個中有 那這四個就變成 生有 本有 死有 中有 那就是存有 那我們說四生九有 二十五有 那個都是存在 眾生不同的分類 那一種存在 那好 那所以這裡的三有 就是 生命已經成熟 必然要出現存在 那那個叫做有 那主要有三大類 因為三大類主要是三界六道 就三界 欲界、色界、無色界 所以叫做欲有、色有、無色有 好 那這個我們就沒有問題 好 那三有是怎麼來的 三有怎麼來的 因為有這個曲 這個曲主要有四曲 有是三有 曲是四曲 四曲裡面 欲曲 欲曲就是對五欲的貪愛 五欲 欲曲 只曲不捨 曲是只曲 只曲不捨 而且不捨 你但凡能夠捨 那麼它就會產生變化 你不捨你就是握著 欲曲 欲曲 我欲曲 我取 有時候叫我欲曲 我們說我取 那麼 其實就是我見 分別我見 身見 執著身為我 那這兩個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有無名有貪案 你會 基本上你會 你會再出生 一定有最出生的根本 叫做什麼 有我 有身見 有身見 那麼一旦有身見 一定會怎麼樣 起貪案 那麼從人來講 就是欲曲 那麼你 或者你生到色無色戒 那麼你就有欲貪色貪無色貪 你就有色貪無色貪 你生到無色戒 就有無色貪 你一樣是貪案 你雖然不貪著武藝 但是就好像 你雖然不貪著珍珠麻辣 但是你貪著念珠 成香彈香 那還是貪曲 你貪著佛像 那還是貪曲 都一樣 那還是貪 只是比較高級一點而已 好 這個 這個欲曲我欲曲 那欲曲我欲曲 之所以不斷 之所以不斷 是因為 觀念上的錯誤 見取 方法上的偏差 見進取 這個你觀念不對 這個生死不是由天決定的 那你以為你的苦是由天降災給你的 所以 花生火災了 你就是祭拜火神 花生水災了 你就是祭拜水神 天災人禍了 你就去祭拜天神 殺豬 殺豬載羊去祭拜天神 以前印度也是這樣 殺豬載羊去祭拜天神 那希望天神免去他們的災難 來年可以降給他們幸福 那不知道嗎 結果反而因為殺神造成更大的災難 因為你沒有 就好像 我們說 瘟疫來了 新冠病毒來了 你以為是瘟神 那如果是在以前 就那種王爺 什麼神都出來 然後怎麼樣 繞境 然後由這一些大神 把瘟神 趕掉 像我們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我不知道 我們台南海邊那邊 那個王爺也是 那個就是王船 然後放很多東西 然後把瘟神送出去 把瘟神送出海 叫祂不要再回來 那整條船裡面 整條船裡面都給祂放吃的 用了一大堆 然後送到海裡面 然後點燃 然後送祂出去 燒了 燒王船 我們那邊有 那很多陣頭 哇很熱鬧 然後落盡 然後把瘟神送出去 不要讓祂回來 可是 如果像現在 就新冠病毒 你即使舉辦這樣 你也瘟神也送不掉 因為那個是病毒啊 所以你這個觀念不對 觀念不對 那麼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以前的人認為日死太陽 太陽日死 他認為是天果十日 沒有太陽人就死了 那所以很害怕 怎麼辦呢 所有的人村莊惡人 所有的人都把你家的鍋碗瓢盆拿出來 敲敲打打敲打 要把那個狗 天上有一隻狗嗎 吃掉太陽嗎 就敲很大聲 家裡所有的人 因為沒有太陽大家都要死啊 所以怎麼辦 敲樓打鼓 把那個狗嚇走 就敲了一整夜 慢慢慢慢太陽就吐出來 這是以前的人不知道 以前的人不知道 有很多禁忌 有很多禁忌 一大堆禁忌 而且一大堆錯誤的方式 可是事情還是在發生啊 祭和神很多啦 這種祭祀是有史以來都這樣的 因為不知道不知道原因啊 即使孔子還是一樣啊 一樣是祭祀的啊 那所以祭祀天地 祭祀鬼神 祭祀祖先 那麼種種的表演 唱歌啊跳舞啊 種種的供養 種種的稱念祈求 那麼希望能夠解決問題 避免苦難 得到幸福 這個是人基本上的 那現在的修行是 避免輪回 生死輪回要得到解脫 所以一樣 你要找到正確的原因 那這個就是 逐物流轉 那基本上是從愛取有 生死是現狀 生死是怎麼來的 從愛取有來 那逝取 所以你先有見取 觀念的錯誤 方法的錯誤 借進取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說的 非法說法 法說非法 那六四外道 九十六種外道 有六十二種邪見 那麼都依於二十種生見 那或者十四種無忌 八種邊見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你看喔 那麼借進取 借進取基本上就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他不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要查原因嘛 所以才叫做苦 要查苦因 叫做疾 所以綜合的說就是四地嘛 你看喔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那麼我們把它中觀來說就是 我們有苦 就是怎樣 那苦基本上就是老病死 我們剛才講 世間有三種 不可愛 不可意 不可念法 這個是佛陀阿隆軍裡面 世有三種 世間有三種 不可愛 不可意 不可念法 基本上 那就是老病死 那在整個講 就是生死 老病死是由生來的 那有這三種為苦 所以要離苦 那必須知道老病死的因是什麼 所以老病死是怎麼來的 那個苦因 苦要成為苦 苦因 苦因是有因有緣的 這很多種條件的 那叫做疾 所以苦因是疾 那怎麼樣 沒有這個苦因 就沒有這個苦果 這個苦是苦果 那苦果從哪裡來就是苦因 那叫做疾 就是很多種因緣和合而有的 那所以要滅苦因 苦因如果滅 苦果就滅 所以要滅苦因 這個叫做苦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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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疾 苦疾 這個是滅 苦疾滅 滅就是苦滅 那這個是我們的需求 我們要滅苦 那滅苦 你要滅老病死的苦 苦因是什麼 老病死的因是什麼 是生啊 有生就有老死啊 所以你老病死要沒有 你必得生沒有 所以無生嗎 其實是這樣 我這樣說你們聽不懂 聽不懂 要說聽不懂 我覺得這樣很困難 很困難 很困難嗎 你要講不懂 其實你還是聽不懂 你要舉手 因為重點是你們聽得懂 我是已經懂了 那你們要聽得懂 我多講幾遍沒關係 但是你們一定要深刻 你甚至聽我講完了之後 你自己就知道 這是這樣 這是這樣 那你們深刻了 你們生生世世 這個就是法印印記 就記在你們的心裡面 你不管出生到哪裡 他就是你這個看這個世界 你就 你以後再聽到的時候 你會很熟悉 就像 就像 這個 這個六祖聽到 應無所住而生起心 心有靈犀 那 舍利佛目見人 聽到馬聖比丘 他說 諸法應遠生 諸法應遠面 心有靈犀 馬上就怎麼樣 理解了 他那個是過去生 在緣起上下功夫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 這樣 你就會有因緣遇到有一個人 在講緣起就給你知道了 你就聽到了 就算是沒有 你是屁知佛 那個世間人都不懂緣起的 你站在樹下看樹葉掉下來 看流星過去 看人走過去 看一陣風吹來 你都可以誤到緣起 那個叫屁知佛嗎 一樣嗎 為什麼 因為你的智慧成熟 那你就是這一生 你有這樣 好一點的話 你這一生就可以見緣起 差一點 未來是 不知道哪一事不知道 但也肯定可以見緣起 是可以的 我對這個深信不疑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 那你就是要常常這樣 常常這樣 好 那你看 所以苦 苦果 是一定的苦因 那我們是要滅這個苦的 叫滅老病死的 從這裡結果講 就是要滅生死的 生死的苦 所有的苦都從生死中來 有生有死 那滅苦一定要有方法 而且要有正確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通常 就是所謂的中道跟八正道 中道就是離一切的錯誤 那麼八正道就是它的一個次第 所以叫做道 這個叫做滅苦之道 這個叫做苦滅 這個叫做滅苦之道 有沒有正確的方法 可以滅掉這個苦因 苦因如果滅苦果就滅 因為果是從來 老病死要滅必得要生滅 生如果不滅老病死不會滅 因為有生必有老死 那麼生要滅要得無生必得要沒有有 欲有色有無色有都沒有 那一旦有有你就一定要出生 你不能不出生 你不能不生死 有生就有死 所以生死一定從有 就是從一夜 所以一夜輪迴 一夜有流轉 講這個 那我們要探討 簡單講就是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我們為什麼會是這樣 每一個人不一樣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樣 身心狀態不一樣 心理條件能力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的苦樂是不一樣的 可是這麼多差別的苦樂不一樣 到底是誰在決定的 夜在決定 那夜怎麼來的 就講到這裡 夜怎麼來的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這個就是夜的行程 那夜怎麼行程的在這裡 是怎麼造夜的 這個已經是夜在活動 夜在行程 那夜是怎麼行程的在這裡 這個是夜 這怎麼樣會有苦的 怎麼樣會有苦 怎麼樣會有生死 因為有愛取有 愛取有怎麼來 就愛怎麼來 在這裡 心跟靜 叫促進細心嗎 促就是面對 面對境界 心裡有反應 面對境界 我們的心裡起了種種反應 這種反應 可能是慈悲的 可能是智慧的 可能是稱恨的 可能是愚痴的 可能是貪愛的 那基本上佛法把它叫做 明相應促 無明相應促 那麼通常會在苦壽跟熱壽上 起貪愛跟嗔恨 那麼你起煩惱的時候 不知道再起煩惱 知道起煩惱 不知道怎麼調伏煩惱 那麼它就會一直相許 就好像你不知道你自己生病 所以你就不會去吃藥 反醫生 不會去治病 那個病就會越來越惡化 惡化到沒有辦法 那你就要死了 那一樣這裡一樣 那你就會再輪迴 那如果你知道你在生病 但是你不管它 那個病也會惡化 那你知道你在生病 你找遍所有的醫生 都沒有找到藥科醫這種病 那病也會惡化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知道你有什麼病 第二個你要知道這個病到底是怎麼來的 是病毒引起的 是知識引起的 是環境引起的 那麼你要先知道 你才能夠除去那個因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 你依然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最重要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不想理它 你不管它 那麼你要管它 你管不到它 就是你沒有方法 那麼這三種情況 就是你找的是錯誤的方法 或是你沒有去 你沒有去 有離苦的意願 但是 就是你沒有解脫的意願 那你有解脫的意願 你沒有真正解脫的智慧 那你也不能得解脫 你不能解決問題 一樣啊 我們生病為什麼看不好 沒有找到好醫生啊 沒有吃到藥啊 沒有對症下藥啊 那這個就講到這裡啦 講到四曲啊 見取 見取就是你觀念上有偏差 那你的方法有錯誤 比如說 那你念個解脫就要解脫 你念個滅定驗真言就要滅定驗 那沒辦法 因為業不是因為你沒有念 它形成的 是因為那苦因你沒有滅 那比如說 現在大水要來了 你就念個防水咒 那水就不會淹到你這裡來了 那沒辦法 方法錯誤 所以這個就叫做什麼 借進取 像印度苦行外道 一直受苦一直受苦 就覺得業會消 他也知道有業喔 你一見指苦行外道知道是業 一業有輪回 他也要消業 他也要消業啊 有解脫的意願啊 但是他沒有相應解脫的行為啊 沒有 沒有符合解脫的智慧啊 沒有 所以依然不能得解脫 你看他有解脫的意願喔 那有些是沒有解脫的意願的喔 有些根本就認為沒有解脫 有些根本就沒有解脫 沒有解脫 他就不會去求解脫 那個就是賤取啊 那像那個婆羅門 認為生天就是解脫 生天就是解脫 因為天 上帝創造一切 上帝是無量的 上帝是永恆不死的 那麼到了天上 你就永恆的快樂 不會再輪回 你到天上就長生永生 永遠在天上 基督教也是這麼說的啊 你就 因為上帝本身是不生不死的 那你生到上帝那邊 你就跟著上帝一樣不生不死 他有生無死啊 他也不是不生啊 那他就變成一直在那邊 那所以他就不用再輪回 那所以你這樣的觀念 你的目的就變成 因為我只要生天我就解脫 所以我想辦法怎麼生天 那這個就是觀念上見取 那戒進取 戒進取就是他的方法 就是你的觀念 比如說婆羅門 認為我們會受苦 是因為我們有厭 有罪 我們有罪 那怎麼樣可以除罪呢 靠什麼 橫河是聖水 進在裡面祈禱 就可以洗罪 就靠這個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方法有錯 沒有辦法 那你要升天呢 你不行時善 你只是什麼 祈禱 在河邊祈禱 向上帝祈禱 希望死後上帝接瓦升天 佛陀說 你把石頭丟河裡面 你祈禱他浮起來 他也不會浮起來 不會 那所以 這個就是所謂的見取跟見取 觀念上的錯誤 行為上的偏差 那麼就會造成 你沒有辦法真正原因在這裡 原因就是 原因就是貪啊 跟什麼 無明 所以你不會從真正的陰下手 就好像我們知道 這個先冠病毒 它是因為病毒 那怎麼樣可以防病毒 那如果中了 要怎麼樣滅這個病毒 所以有些要預防 要打預防針 要戴口罩 消毒 那一旦感染了 避免傳染要隔離 它這個就是什麼 它這個就是正確的方法 如果以前就不是這樣 以前就是什麼 趕快所有生病的人 那麼怎麼樣 來這個 來這個神前面懺悔 或是做祭祀 那麼或是趕快 全村的人很多人得病 趕快集合起來送瘟神 把瘟神送出去 我這一輩子從年輕 我們每個人 每家都要出丁啊 每家都要出啊 我們家就是我姐姐我 兩個人 就是你有幾個人 你要出幾個人 然後或是 或是跳花鼓 我就跳花鼓的嘛 我姐姐就是那個琉璃 那個 那個 牽牙那不知道怎麼說 我不知道 有牽牙那種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每個人都要出丁啊 然後我這年輕還沒學過之前 我就那以前每天都要去跳 年輕年每天都要去跳 然後等著那一天 比如說他半年後 他要送瘟神 那你就要練半年 天天跳 天天跳 放學回來就要去跳 然後那個出來之後 就用走的呢 像媽祖一樣 就出巡一下 就走走走走 我們走到雲林去 走到哪裡去 然後這繞境 這整個繞境 然後送瘟神 以前就這樣啊 我一生送了兩次瘟神 但是這種 這種以前像以前生病 以前醫療沒這麼好 鄉下到醫院很遠 沒有 通常生病都是去廟裡面吃什麼 吃香灰 然後腐水 小孩子病 那個腐水寫一寫 然後回去化掉 然後喝掉 然後香灰攪一攪喝掉 我都吃了好幾張腐水 真的 香灰不知道吃幾斤我也不知道 反正從小到量這樣吃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麼 有效嗎 你也不能講完全沒效 至少有安慰作用 但是你也不能講有效 那實際上 那個病不是這樣 那小孩子有時候 體力比較好一點 那自己就會復原 那自己就會復原 其實你有吃腐水 沒吃腐水他都會好 但是你就會覺得 欸 好了之後 那個腐水有效 就會這樣 所以以後你有病 你就會吃腐水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 見起見近起啊 那你看我們的修行 有沒有這一些油啊 所以這兩個不同 你不會從生死的根本 就是我語曲跟欲曲裡面下手 你不會從貪啊 從六路處裡面 有貪之有貪 有塵之有塵 有塵之有塵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那麼你不會從 你不會從五運裡面 去觀照五運無我 就這裡 就是五運六處嘛 觀五運的身面 觀六路處的極面 這個是解脫的要素 那如果這裡你沒有 那麼你遇到境界 你就開始取愛 取有 就這樣 那麼一定會有這種情景 這個叫逐流轉 到這裡 這裡是個關鍵 愛 愛而不取 因為我們不容易不起煩惱 我們就算知道 我們也不容易說不取 說到不一定做得到啊 我知道稱恨心不對啊 但是我就是受不了啊 我知道罵人不好啊 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啊 我知道這個東西 對我的身體不好 但是太好吃了 我就受不了啊 那這個就是什麼 愛 愛而不取 在這裡 我們要在這裡下手 就是稱 貪跟稱都是屬於愛 那你有沒有相訊 這個取就是你的觀念不對 你或者你不知道這個問題 不知道這個是問題的根本 知道了你沒有 你沒有要遠離他 要消除他的意願 那為什麼你不遠離他 因為你輕忽了他的過患 你覺得這個沒什麼啊 所以佛法裡面叫做什麼 未患禮 這裡說起來就是未患禮 就是你要愛而不取 講重點 你要愛而不取 愛是煩惱 煩惱的統稱啊 就貪啊 取是直取 相敘 直取相敘不絕 相敘 相敘不絕 你一直是這樣 心沒有改變 相敘直取相敘不絕 心這樣的煩惱一直相敘 心這樣的煩惱一直相敘 這樣的行為一直相敘 那麼主要是你不知道他的過患 所以佛法把這裡叫做為 為著 就是貪啊 煩惱 攘著啦 那麼你要愛而不取 有一個關鍵 叫做為患禮 你要思為他的過患 你不認為他是個過患 所以你就不理他 也沒什麼啊 大家都這樣啊 我以前就這樣啊 我的個性就這樣啊 反正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你不以為患 你不以為難 所以你就不管他嘛 不管他每次你就是這樣嘛 還是這樣嘛 很多人就是這樣啊 他的習性就不改啊 他這個煩惱就不滅啊 為什麼 他不以為難 他覺得這個沒什麼 不思為其過患 所以佛法說當你煩惱的時候 第一個你是要覺察 第二個你就要知道煩惱的過患 要常常思維 我有生死的過患 你說生死 大家都生死啊 又不只有我生死 你不以生死為過患 你就沒有解脫的意願嘛 你不會想說我要處理生死 你但一旦沒有要處理生死的心 那麼這個都不用嘛 因為這個導致於這個生死嘛 可是生死也無妨啊 我沒有關係啊 你現在是做人沒關係 你如果去做鬼做惡道 你就知道有關係啦 真的 像我產長回去屏東 那裡面屏東有很多畜牧院養鴨的 我每三個月過去就換一批 每三個月過去就換一批 那麼另外一邊是養雞的 養雞的可能更快 那養雞的都是蓋起來看不見 養鴨的基本上都看得見 那個一次都好幾萬值 無能的困 那我換一次都是好幾萬值 三個月他們的生命三個月就循環一次 三個月循環一次 生死死生 那如果做蚊子做螞蟻做惡鬼 我告訴你你就知道生死是苦啊 那因為我們有時候做人命好一點 他不以為苦啊 所以你要思維他的過患啊 所以釋迦摩尼母去道立天 為他母親說什麼 那個時候他的母親摩耶夫人 已經作為天人了喔 跟他過得可好啊 但是他去跟他說 天上雖然享受 但是壽命很長 而且無欲自在 但是你要意念生死的苦啊 你不要對天上的五欲 天上是五欲自在耶 失一得一失死得死耶 壽命又很長耶 又沒有老沒有病耶 可是釋迦摩尼母上去跟他的母親說 你不要以天上的五欲自在燃灼 你要思維什麼 思維生死的苦 那後來講到變成地藏經那樣 就思維第一的苦啦 那其實他 這個在很多經裡面有記載 那地藏經是把他 把他這個延伸 那麼他你要知道三界六道的生死之苦 你要發出離心 要離這個三界六道 不要染著在天上的五欲裡面 人間的五欲 人間的五欲過患更大 天上的五欲也一樣 這個叫做浴灘啊 都在浴灘裡面 所以先思維他的過患 你怎麼樣愛而不去 因為你要不愛不行 正三果 正三果才能夠斷浴灘跟塵 即使是斷了浴灘跟塵 他一樣有色灘無色灘 所以他還會再生 但是他已經決定要解脫 那我們是凡夫 凡夫其實重點都在這裡 重點在這裡 凡夫跟聖者在這裡 沒有愛了就是阿羅漢 貪愛斷了就是阿羅漢 貪愛斷了 他未來不會再出生 就不會再生死 因為他沒有業 貪愛斷了就沒有 他沒有相續 沒有相續他的業 成熟的會受包 沒有成熟的不會成熟 那麼他生死已經斷了 如劫多羅樹頭 生死已經斷了 所以他不會再輪迴 那麼如果沒有 玉灘斷 他就會到無色界 五不還天去 還會受生一次 可是他的智慧成熟 所以他就在那邊得解脫 如果是出國的話 玉灘也沒有斷 所以他會再來 那三國玉灘斷 所以他不來 出國二國都會再來 那出國的比較粗 所以他有可能 如果他放逸的話 他也會放逸啊 但是他再怎麼放逸 再怎麼樣隔音之明 他都不會照三二道的業 他已經定性了 所以他不會剁三二道 冷天冷天七次 智慧成熟就一定得解脫 一定會斷煩惱 那如果他用功一點 精進一點 下一生就馬上 這一生就馬上得解脫 鎮出國之後沒有多久是鎮阿羅漢 很多佛弟子都是鎮出國之後 鎮阿羅漢的 阿娜也是先鎮出國 吳比丘裡面 有很多都是先鎮出國 後再鎮阿羅漢的 也沒有隔幾天 那是最差最差 那麼七次 這個是最差的 他也放逸嗎 但是放逸不會去照三六道的業 所以他不會剁三道 他已經養成那種習慣性 所以 那麼 在這裡礙而不取 那麼一定要思維他的過患 那麼發起思維過患之後要怎麼樣 要思維過患而能遠離 思維他的過患 而且你要有出離心 所以出離心就很重要 出離心就是趨向解脫的意願 你有趨向解脫的意願 就是你要賺錢你就會去想怎麼樣才能賺錢 你連賺錢的意願都沒有 你怎麼賺錢我管他咧 一樣道理 所以你有趨向解脫的意願 那麼你就會去思考相應於解脫的行為 怎麼樣才能夠處理生死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愛跟取有 那麼凡夫都在這 這個 只要來這個世間 這裡都是一樣的 沒有不一樣的 但凡來這個世間成為人 都是這樣來的 無明行 依無明貪愛而來的 你但凡來這裡 都是一定有無明跟業 或是無明貪愛 那麼來了之後 一定有這個五印身心 因為人是五印身心 五印身心裡面一定有感官 一定有感官 來面對來認識這個境界 眼睛看到什麼 耳朵聽到什麼 鼻子聞到什麼 一定有感官 這個是五印 五印一定有生理的感官狀態 那麼生理的感官狀態 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一定會引發心理狀態 一定是有心理的 這個就是處 處就是什麼 心理活動 就是你的心理活動 你吃到什麼 那你看到什麼 你聽到什麼 你心裡會有反應啊 種種的反應啊 那麼種種的反應裡面 你會產生種種的感受啊 那感受裡面不外乎是三種 苦受熱受不苦不熱受 那重點在苦受熱受 那如果你有佛法資源起 那麼你雖然有苦受 你不會起撐 那麼有熱受你不會起貪 那一般凡夫像我們 不容易做到這樣 老實說 苦還是會起撐 熱還是會起貪 我雖然也知道這個是煩惱 我雖然也知道不好 但是你罵我就是不高興啊 我就是生氣啊 我告訴自己不要生氣 我還是會生氣啊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甚至 我就知道這個東西 像四千年很常見的 就知道喝酒對自己身體不好 而且已經生病了 但是他就是忍不住要喝酒 忍不住要抽菸 忍不住要吃泡麵 忍不住要怎麼樣 你當老我不說這個一定不好 但是就是說 你就是會受不了 那就是你的控制力不大 你那個憂患意識不夠深 就是思維苦的過患不夠 所以通常在這裡 苦受熱受上 那麼怎麼樣 你怎麼樣看到自己的煩惱 起貪起沉 因為苦受就會生撐 熱受就會生貪 那麼貪了之後 因為你沒有辦法不起煩惱 但是你漸漸在這個地方控制 漸漸你就能做到不起煩惱 真的 那這個所謂愛而不娶是重點 受而不愛 那個是聖者才做得到 受而不愛 聖者才做得到 那但是我們起了煩惱 就是不管苦受熱受 我都不起煩惱 這個除非你已經 你已經是阿羅漢 不然出國二國三國都有煩惱 特別是出國二國都有煩惱 三國就沒有了 三國不管你怎麼樣傷害他 他都不會起誠誠心 因為他把玉灘跟撐斷 出國二國會喔 像闢舍區正出國 那個他要入關的時候 那個首官的 叫他要跟他賄賂 因為你有錢嘛 你有錢你就是要多交一點錢 他很生氣 他就跟波斯尼王講 波斯尼王又不管他 他更生氣 他就跟佛陀講 那佛陀後來跟他講 他就熄滅了 他這個 他正出國他也會生氣 但是他不會因為生氣 依仗他的權勢 那要去傷害人 他不會這樣 所以在這裡 愛取有這裡 那愛而不取 要必須要什麼 思維過患 這個就是愛 這個就是愛 那你不要他相信 你要思維他的過患 而且要發出離心 要有趨向解脫的意願 那趨向解脫的意願 從哪裡看出來 要你不斷有相應解脫的行為看出來 你有治病的決心 就是你到處去跟人家問 這個病是怎麼來 然後你去搜尋 你去看這個病要怎麼治療 怎麼不了 那告訴你這個不能吃 你就遵守 這個不能吃 告訴你這個要多吃 你就這個要多吃 這個就是什麼 相應語 你要治病的 那這個就會造成你生病 像我血管塞住 那些油的東西不能吃 那我就不要吃 那你不管 你不管就更相虛 它會更嚴重 那這個東西其實一樣 解脫生死也是這樣 你要知道它這個因是從哪裡來 你要從那個因去面 那這個其實就是緣起的道理 那因為時間到了 那這樣講 你們聽著 你們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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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聽不懂 你聽不懂 我看要怎麼說 我再想看看要怎麼說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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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博道